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這是不是又是歷史冤案 十年前有一個民眾 他姓李出了車禍 車禍 他就送到亞東醫院 去急診 急診之後 那時候的主治醫師叫黃慧夫 黃慧夫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在之前八仙城暴的時候 他救了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年輕人 可是在十年前那場車禍 黃慧夫主治醫師他說 你這個要趕快開刀 當然當天就開了刀 隔天住到一般病房去 黃慧夫醫師在當天開刀 當然去看這個病患 隔天他也去看病患 但是第三天他沒去巡訪 第四天他也沒去巡訪 可是關鍵是第三天跟第四天 剛剛好我們算了一下 就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禮拜一的時候呢 他也沒去 這名病患呢 根據二審的說法呢 在第三四天的時候呢 這些傷口呢有腎血 甚至組織壞死的情形 到了第五天的這個凌晨之後呢 這名靈性病患說不行啊 今天很嚴重啊 所以他在凌晨的時候呢 晚上十二點多 從亞東醫院轉診到臨口長庚醫院 臨口長庚醫院的醫師一看說 阿娘威 你這組織壞死啊 必須要截肢 站在病患的角度來想 啊我就是車禍而已 怎麼開了刀之後 整隻腳要剁掉要截肢呢 對他來講 孰可忍 孰不可忍 因此呢 這名黃慧夫醫師呢 接受了刑法的這些審判 一審認為說黃醫師呢 其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說 他是醫療疏失 導致病患截肢 因此判黃慧夫無罪 可是到二審的時候 二審說 欸 看起來應該就是在你亞東醫院脫臼 看起來就是在你亞東醫院組織壞死 才會送到臨口長庚 必須被迫截肢 因此呢 一審無罪到二審大逆轉 改判他 有罪 業務過失 傷害 判刑四個月 而且就此定驗 當然包括司改會說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司法突襲 可是最多民眾在關心的一個點就是說 到底黃慧夫這個臺灣的民醫 他應否要為這個病患的截肢 負起他醫療疏失的責任 這是冤難 還是說呢 長期以來病患的這個權益遭到忽視 或者是說呢 一審二審在同樣 市政 完全不同的判決 這是否由法官新證過渡的這些問題 今天再來好好談一下 黃慧夫被二審高院判決定驗要關 四個月的這個案子呢 究竟對未來醫病關係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跟影響 介紹今天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當事人 他現在是臺大 不過他之前特別強調是亞東醫院的醫師 我們來歡迎 現在是臺大醫院 整型外科的主治醫師 黃慧夫 黃醫師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各位來賓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黃慧夫醫師的辯護律師 詹義豪 詹律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會待會兒一直談到說 醫療疏失如何去釐清 以及醫院管理在這件事情上是否有一些疑慮 我們來歡迎是彰化圓榮醫院的院長 張克思 張院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長期關心病患權益醫療糾紛的 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朱顯光 大家好 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執行長陳宇帆 大家好 先來看看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為什麼對臺灣的醫師 特別是對黃慧夫來講 他說呢 在臺灣當醫師叫做豬狗不如 擁有十三年醫療經驗的整型外科醫師黃慧夫 會有這般沉痛的感受 全因為十年前替車禍受傷的少年進行手術 產生醫療糾紛 被告上法院 原本一審破判無罪 二審卻被改判四個月固形定驗 無法再上訴 讓他難以接受訴訟權利遭到剝奪 那礙於刑事訴訟法的制度 我卻沒有再上訴的機會 我再也沒有為自己澄清這個二審 認定錯誤的機會 法院的高標準是要醫生做好防疫性醫療 因為判有罪被冠上前科 影響到黃慧夫工作的身遷和進修 承受的精神壓力也讓他喘不過氣 他一直想要爭取司法重新審理 為自己澄清 儘管去年立法院針對一審無罪 二審改判有罪定驗的突襲性審判問題 已經修法 讓這類案件可以上訴三審 不過卻無法訴及既往 讓黃慧夫求助無門 由於有立委也收到多件類似的澄清案 所以決定要提案增定條文 設定兩年的過渡期 讓民眾有司法救濟的機會 只是如果修法 讓案件可以訴及既往 是否會影響到司法資源的分配 立委蕭美琴認為 根據司法院的資料 類似的案件大約有兩千件 未必所有人都會上訴 接下來會提出版本 透過修法 給予民眾應有的訴訟權保障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十年前那個案子 到底黃醫師是否該負起責任 我們來看看 在十年前民國九十七年 八月七號的時候 這一天是禮拜四 我們對一下刑事 這天是禮拜四 禮拜四下午四點 李先生因為車禍 然後又下肢受傷 到亞東醫院去急診 然後急診醫師 就趕快請黃慧夫醫師來會診 然後在之前X光檢查說 沒有骨折 不然通常都沒有會診黃慧夫醫師 黃慧夫醫師 黃慧夫醫師當下判斷說 這叫槍式的症候群 說實在這還蠻嚴重的 然後槍式症候群 所以要趕快去開刀 進行筋膜切開術 就是我們的骨頭 肉把骨頭包起來 但是如果壓力太大 這個會組織壞死很嚴重 所以要趕快把肉切開 所以要進行這個筋膜切開術 而且確認手術是成功的 我必須強調說不管是一審會 不管是一審 不管是二審都認為手術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接下來 手術成功之後 在當天九點半呢 就轉到一班病房 那時候的醫護紀錄都說 末梢的血液循環都OK 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天 第二天呢 黃醫師呢有到病房 去看這個理性的病患 你末梢血液循環是不是很好啊 值班的醫師告訴黃輝夫說 欸 外觀沒有腎血 看起來也正常 到第三天的時候 八月九號 值班醫師跟 值班醫師上面寫的是說 傷口紅潤 紅潤就是說血還在走啦 所以沒有血液循環不好的情形 是正常失腎 沒有其他的異常現象 到八月十號第四天的時候呢 值班醫師說 不記得血液循環的狀況 這關鍵就來了啦 不記得是否代表說他正常 還是說在這一天呢 就發生了 不管是組織壞食 或者是所謂的脫臼的這些問題 然後到六點的時候呢 說微微的勝出粉紅色 這表示血液循環良好 八月十一號的時候呢 十點半護理紀錄說 傷口持續出現黃褐色的剩意 還有惡臭 對於二審的法官來講 這個時候就是叫組織壞食 你在亞東醫院 不管是黃醫師或是所有的住院醫師 或是醫護人員 在這個時候你都要非常積極地去處理 但是很顯然沒有 然後呢這有潛在的危險感染的問題 在八月十二號的凌晨零點三十分 理性病患就自己轉到臨口腸根了 那原因是什麼不曉得 但是會三更半夜轉驗 恐怕不是太好的這個情形 然後呢就出現皮膚溫度溫暖 皮膚顏色粉紅 皮膚完整性的傷口 然後呢又下肢有問題了 然後又吸X光檢查 發現了右膝關節脫臼了 然後呢血管射影呢 又發現國動脈呢酸塞了 然後呢導致所謂的組織壞死 導致敗血症 因此在八月十二號 轉到臨口腸根的當天晚上 進行截止手術 在這樣的一過程當中呢 一審黃惠夫呢是被判無罪 理由等一下我們會補充 但是二審大逆轉 變成四個月有期徒刑 不過可以醫科罰金 我先請教一下黃醫師幾點喔 那怎麼第三天第四天 你都不去尋訪了 第三天第四天是曆假日 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 在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時候 這個醫師人員 是屬於輪休的狀態 換句話說在我們醫療常規 跟醫院的常規作業裡面 往往例假日 星期六或星期天 主治醫師六日本來就不尋訪了 沒有OK我們應該這樣講 如果病情沒有變化的時候 主治醫師沒有說一定要尋訪 通常如果病情有變化 那護理站 護士 醫師都會聯絡主治醫師 這時候主治醫師就會額外來處理 但禮拜一你也沒去呢 禮拜一我有其他的額外的工作 譬如說我執行手術或其他的工作崗位 而在這個病房的運作裡面 只要有病房的護理師 或者是住院醫師 是 這些我們都是一個醫療團隊 在這個醫療團隊看過病人 確定病人沒有問題 就沒有特別回報主治醫師 瞭解 有任何不管是在亞東 或是現在您任職的臺大醫院 待會兒要請教院長 圓榮是否有硬性規定 主治醫師一定要天天尋訪 或者是說在什麼情形下 他可以不用去尋訪 有這種慣例的規定嗎 沒有這樣子慣例的規定 但是這是取決於病情有沒有惡化 有沒有明顯的危害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很關鍵的 然後在八月十一號 也就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的時候 已經證明理性的病患傷口有黃褐色 而且聞起來很臭 二審法官以及醫審會都認為說 這個時候可能那個病情已經很惡化 組織壞死了 為什麼這時候亞東醫院 或者是包括您都沒有好好照顧 這名理性病患 好 這個這個地方的大概就是有誤解 如果傷口有黃褐色的分泌物跟惡臭 我們可以說這個傷口是呈現感染的狀況 但是不代表壞死 什麼叫做感染 感染就是有微生物有細菌 侵入這個傷口 是 那我們也注意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立即採樣去檢驗 是哪一種細菌造成感染 那我們採樣之後 我們立即做的處理是對付感染 所謂的對付感染 就是使用廣效型的第三代抗生素 去治療這個傷口的感染 而後續在經過藥物的治療之後 轉到長庚醫院長庚醫院的採樣 這個細菌已經被消滅了 換句話說 在亞東醫院的時候 雖然有細菌的入侵 可是我立即更改藥物之後 也達到治療的效果 這種藥物是透過靜脈注射 血液循環達到患處 如果患之的血液循環不好 組織是壞死的話 這個藥物沒辦法發揮效果 沒辦法殺死細菌 所以從八月十一號 雖然說傷口出現惡臭 這個我們能夠說他叫做感染 感染 但是不能說他組織壞死 我再請教黃醫師 所以依照您去回想 或是您十年前 在這個亞東醫院所做的事情 八月十一號之前 您的專業判斷 證明理性的病患 沒有所謂的組織壞死的證據 完全沒有 而且我們做完手術之後 以我們照顧傷口 會例行的去照相 記錄這個傷口 我們在八月九號 跟八月十一號的傷口照片 也都是證明末梢是紅潤的 沒有組織壞死 二程法官在判決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如果回到八月十二號 八月十二號的時候呢 就發現了包括國動脈酸塞 而國動脈酸塞呢 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組織壞死 而組織壞死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膝蓋脫臼 如果往回推的話 組織壞死 不會當天脫臼 然後組織壞死 然後國動脈酸塞 然後要截肢 他勢必再惡化 一定是在一天兩天三天前 才會惡化 因此從八月十二號往前推 這名理性病患 勢必是在八月十號或八月十一號 就發現發生了組織壞死的情形 所以這部分你要負責 這個推論有點錯誤 一般而言 對這個小腿的肌肉 如果果動脈阻塞 導致的肌肉壞死 四到六小時 就會產生組織壞死了 換句話說 組織的壞死 不會需要一到兩天 他時間發展得很快 肌肉的壞死是四到六小時 醫審會的鑑定報告 跟所有的醫學知識 都已經證明了肌肉壞死要四到六小時 換句話說 如果病患剛轉達長羹的時候 組織肌肉就已經壞死的話 那往前推四到六小時 責任在我身上 但是已經轉到長羹醫院 在長羹醫院的初次檢驗裡面 長羹抵達急診的病歷紀錄有記載 然後皮膚顏色溫暖 然後顏色是粉紅的 那當時是沒有組織壞死的現象 而因為在轉院跟搬運的過程 發生次發性的脫臼 也就是後續才發生脫臼 而長羹醫院到了隔天的早上十點 才開始做血管攝影 才開始積極的治療 可是這已經超過四到六小時了 是 委員長我請教你怎麼看這個案 我想在這個進入這個實質的這個 這個醫療過程的細節之前 我還是要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身為一個醫師 那看到這樣子一個疫病的過程 到最後一個不好的結果 那甚至於發生依舊 其實我們是可以很同理的 站在病人或是家屬的立場 當然會覺得會覺得難過 會覺得有一些就是可能心情上的問題 或是說甚至於身體上的一些痛苦 但是我想我覺得這個 我們醫生都會有這樣的同理性 我相信黃醫師也像 所有的醫生都會是這樣子的 不過醫療是高度的不確定性 醫生不是神啦 就是說這個他畢竟就是會產生 怎麼樣的結果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那我想沒有辦法讓每一個的這個結局 都是圓滿成功的 那我想要講的是說這個重點在動機 跟他的因果關係 動機我想就是大家應該可以 可以認同一件事就是說 我想醫生不會故意要去害人 醫生是要去救人 不是要去害人 這是一個他的動機 那常常都是在這個疾病網 不好的傷亡的過程中去想辦法搶救 會盡力去搶救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因果關係 這個黃醫師的案子跟先前我們也討論過的 就是一個邱小妹妹的這個神經外科醫生 因為邱小妹妹而紅了以後 後來因為人家有這樣子的爐內出血 或者是說車禍腦外傷就會找他開刀 那後來有一個案例 也發生一個不好的結果 那結果就告了他 我如果沒記錯他在一二三審都是判三千萬 賠償三千萬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車禍造成的一個結果 這個腦出血 造勢者是害他死的人 醫生是要去救他的 結果要這個要救他的人 要賠三千萬 然後當然後來這個在更衣神的時候 好像有降下來這個這個錢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救人要去賠這麼大的錢 那造勢者反而賠得很少 這是不成比例原則 而且像黃醫師這個案子 對 理性民眾是被別人撞的 對 重點是說這個因果 他是撞人的 他自己騎摩托車 自摔的 撞到路邊的貨 他畢竟他就是車禍嘛 車禍是他的原因嘛 是 他今天如果撞死了 或是受傷了 甚至於後續像這樣截肢 他其實的原因是車禍嘛 但是醫生是在這個過程想要去組 如果在過去沒有這麼好的醫療科技 或甚至於說現在的 有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那醫療沒有辦法這麼好的 可以做治療 那他就是往上一個自然的過程 但是院長 對於家屬或病患來講就是說 對 確實原因是車禍 但是我其實只是小車禍 怎麼搞到要截肢呢 如果說 手術過程很好 術後照顧很好 就不會發生這事 我們來看看 等一下我們看一二審判決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醫師審議委員會 這個是醫師絕大部分的醫審會 其實呢大部分醫療糾紛最後的判定 都是依照醫審會的這些鑑定的結果 我們來看看 做了兩次鑑定 幾個大的爭議就是說 為什麼亞東醫院或是黃惠夫主治醫師 沒有要求 而且要求他們徹底執行血管攝影 儘管說你做了血管攝影 攝影不必然就不會截肢 但你該做啊 醫師沒有去執行血管攝影 知道說他的腳呢 到底血液循環的狀況是怎麼樣 難為無疏失之嫌 意思是說可能有疏失啦 第二次鑑定呢 說呢 沒有必要要去做血管攝影檢查 因此沒有辦法認定說 他就是違反醫療常規 因為呢訴後呢 血液循環已經恢復了 兩次鑑定說法也不太一樣 對 再來呢 術後照顧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次鑑定報告呢 是說 術後呢 你要看 特別是這個手術 最最最關鍵的就是 這個病患的血液末梢循環 是不是好 那因此呢 術後照護是否適當 就是手術 能否成功 最關鍵因素 醫生有沒有發現病人 血液循環不好 這部分要釐清 第二次講得更清楚啦 術後照顧的紀錄呢 並沒有辦法呈現這名病患 末梢血液循環的狀態 因此這部分呢 跟一般醫療常規很不一樣 違反醫療常規 如果沒有觀察 病患的這些下肢的血液循環狀況 顯未盡診療之注意 你自己做血液血管攝影 你如果沒自己做 你要去紀錄人家的末梢血液循環的 這些狀況 你也沒有好好紀錄 難道不應該歸咎於這件事情嗎 因為那個 如果我們記錯他這個 在這個鑑定的過程中 有一個共識就是血管攝影 並不是他的醫療常規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看一個血管 我剛剛是心臟科的 要看這個血管有沒有阻塞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血管攝影 可以 其實在很平常 我們在試診促診 我們有五批 就比如說Pain Tone Parse Parse 就是沒有脈搏 或者是說 這個佩爾很蒼白 或者Palastasia 就是說那個會麻 這個有五個批的症候群 就是血管可能有問題 那這還牽涉很多 比如說這個人有沒有三高 有沒有糖尿病人 都可能會造成血管阻塞的機會比較高 那當然就是說 我看到的是說 因為他到這個黃醫師這邊離開之後 到長庚的護理紀錄是寫說 這個皮膚紅潤 然後摸到是溫暖的 如果按照這個當下 如果這個狀況是不用做血管攝影 這個時候應該血管是通的 理論上是通的 就是說他那個不一定要做血管攝影 從這個就可以證實 如果那個紀錄是真實的話 如果你醫院的醫師 在這個情形下 沒有做血管攝影 就院長來講 你也覺得是可以的 這個並沒有違反醫療常規 但是術後照顧 你要去記錄人家末梢血液循環的狀態 然後結果去問你的時候 你的其他的醫師說 我忘記了 這個部分倒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重點是事實 而不是只有在紀錄 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可能醫生 像尤其外科醫生 他非常的忙碌 有時候真的是在病例上會疏忽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情有可言 就是他是疏忽紀錄 可是事實是怎麼樣很重要 就不要血管還是通的 病情是沒有惡化的 這個這個過程 產生的這個事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只是在乎這個紀錄沒有寫 可能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可能在過程中疏忽 畢竟他們醫生就是 尤其外科醫生在開刀的這個部分 我想像禮拜一 我相信黃醫師 我相信他也不是說 這個禮拜一休假 沒有沒有事去看 不是一定在開刀 一定有他的醫療任務 那我要強調我剛剛回應黃醫師講 其實醫療是個團隊 這個團隊 他其實不是只有醫生 也不是只有主治醫師 尋不尋防是個關鍵嗎 他其實尋 我舉例來說 如果他有總醫師幫他尋防 然後有住院醫師 或甚至現在有專科護理師 這都是這個我們國家認可的 有執照的 那甚至於護理師 他在做這個觀察的時候 他有遇到情況 有狀況有變化 有惡化他要反應 那這個過程中 其實照護是個團隊 所以是個合作的團隊 不僅僅說只有一個人 那我想說 以黃醫師來講 如果他當天沒有去看病人 但是我重點是這個事實 是不是這樣造成的 那英國有沒有關係 請跟我請教你 這件事情你怎麼樣看待 當然我沒辦法說 因為醫療專業有高度不對的 我們沒辦法說 直接對這個個案進行評論或評估 但我看這件事情 其實跟醫改會成立十七年來 大概接了七千多件的醫修的諮詢 那當然有很多也是走到司法 那司法裡面大概八成都是告刑事的 那我們大概都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案子不要用刑事的 是有一個非送化的 而不是最後進到司法造成 其實最後也都是一病雙書 我覺得就如同院長講 也是大家不可承受之輕 那當然回到家屬的立場 我們應該是想說這樣的事情 當然說修法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怎麼樣讓這件事情 可以在進入司法之前 先做一個處理 創造一病雙癮 有一個修復式的正義的方式 而不是報復式的正義的方式 那雖然可能對黃醫師來講說 醫科發金十二萬病家 可能也沒拿到什麼錢 但對黃醫師來講 可能就是我們講的說 走刑事的案件 其實就是一個低起訴率 但是偵查時間非常長 也是一般其他案件的四到六倍的時間 這個案子是十年前的案子 然後民眾的勝訴率又那麼低 但是傳訓的一年大概因為行 醫療糾紛的刑事被傳訓的醫師 大概八百人 那其實那中間也是一個很大的折磨 但我回應來講說 我們在想的應該是說 回到怎麼樣建立一個好的 非送化的機制 但是為什麼民眾會去告刑事 或走司法案件 要回到說我們醫界的風氣 怎麼樣是be in open 願意用一個開城曝空的方式 而且是對話修復的方式 來解決要不是說 我其實醫界都會修都會丟 我也不敢幫你建立 也不敢幫你做調解 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另外一個 我還是要呼應就是說 醫療團隊裡面醫療機構的責任 我們醫療會也是建議民眾說 我們應該是建立一個說 他講醫療團隊或醫療機構的責任 而不是只是針對某一個主治醫師 或某一個醫師 怎麼樣是total care或shed care 然後機構有更大的責任 這樣我覺得 不管的話台灣的醫師真的會 真的是很辛苦 必去國外來 那現在這個部分的責任 怎麼樣去建立 我們最近也在看邱太元醫師 他也是醫師公 邱太元理事長 他也是立委 他在立法院質詢 我們醫療機構有幫 醫護人員買 醫療機構的責任險的比率 只有百分之十四 那像澳洲或南韓 都是強制立法說 要有一個醫療的責任險的 台灣沒有這樣的機制 那民眾當然就 就只好去用 我們等一下會再來好好談一下 為什麼我們需要 國家用到刑法 來去對付醫師 難道民事的求償 這個無法解決嗎 可是如果說 我們站在這個病患的角度想 我出車禍 那我送到亞東醫院去 我認為自己的這個傷勢 沒有真的那麼嚴重 可是經過五天六天之後 我居然要被迫截肢 那個情何以堪 第二個 如果你在看到這個 醫省會的鑑定報告 可能這個理性的民眾會心裡更不舒坦 什麼呢 你該給我做血管攝影 亞東醫院或是黃醫師也沒有做 然後呢 術後照顧呢 明明都已經勝出這種惡臭的等等 他也沒去關注 再來是組織壞死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看 這是醫省會的鑑定報告 這個不是說那個病患自己的主數 醫省會是說呢 第二次的醫省會鑑定報告是說呢 在手術後第三天八月十一號十點半 傷口有臭味 這時候可以判斷傷口已經組織壞死 儘管剛剛黃醫師說 你不能這樣判斷 他可能只是感染 不必然是組織壞死 不過我強調這個是醫省會的判定 而不是法官的判定 因此他還是有一定的醫療專業在 但是你沒有末梢血液循環的紀錄 你惡臭了 你應該要紀錄說 他其實不是組織壞死 他是感染 可是你沒有相關的紀錄 所以呢 你也沒有辦法去判斷 這時候是不是動脈 阻塞 轉院的過程中呢 當然可能會產生脫臼 而壓迫到國動脈 導致所謂的阻塞 可是呢 這麼短的時間 不會發生組織壞死 儘管剛剛黃醫師也談到說 組織壞死可能三四個小時就會發生 但這是醫省會的鑑定報告 我再回到病患的角度請教顯光 這件事情難道二審法官判的真的沒道理嗎 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鑑定報告 常常我們有時候看鑑定報告 其實就是會有的說 其實他是答的 其實東西都是不問不答 或實問虛答 然後其實你要法官自己再去想辦法解讀 或判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鑑定最大的問題 那當然另外一個現在鑑定就是以病例記載的內容 去做鑑定 那病例在國外網口就是你如果沒 你沒如果沒寫 在病例上就代表你沒做 在臺灣就是我有做 我不一定要寫在病例上 這時候就這種問題 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那病例怎麼樣到底反應真實 然後你又沒有記錄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病家覺得在舉證上 然後又用病例為基礎 當作事實去做鑑定的時候最大困難 我覺得病家當然會打很多的問號 那法官解讀當然也會就會出現說 有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怎麼樣建立一套好的 有公信力的鑑定 然後落實我們的病例紀錄 或更多的證據的保全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醫界或醫療機構 應該要付出更大的改革 讓病患信任 那鑑定也才有辦法做得比較讓大家信服口 再請教詹律師 所謂的一二審為什麼判出來的結果 這麼差這麼大 可是先請教司改惠 為什麼這一次要聲援黃醫師 我要先說明 就黃醫師他這個案件的狀況 不僅僅是只有發生在醫療糾紛上 我們其實在開記者會之後 我們也陸續接到類似的狀況 所謂類似狀況就是一審無罪 二審有改判有罪 尤其這樣子的狀況會發生在一審 二審他可能有證人 有證 有誤證 如同黃醫師這個案件 他有鑑定報告 那有醫療紀錄 有證人的證詞 二審沒有在有任何新的試證的時候 突然做了一個逆轉的認定 尤其是這樣的狀況的個案 不只有醫療糾紛 有發生在其他案件的類型 所以他其實要拉回更上一層來看 他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我回到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我們臺灣通過了兩公約施刑法 那依照這個施刑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就是一個有罪判決的人 他是有權力在請求一次上述的救濟 所以其實早在二零零九年的時候 臺灣的立法院依照兩公約施刑法 就應該去檢視臺灣的法律 有沒有違反這一條規定 那其實當時存在的刑事訴訟法 就已經違反了兩公約施刑法 但是我們一直拖到了二零一七年 也就是大法官解釋出來之後 才真正的宣告 這個刑事訴訟法三百七十六條 不能再上訴第三審是違憲的 這個案子凸顯司法的問題是說 一審明明是無罪 到二審呢 因為他本刑不及三年 沒有超過三年 所以他不能再上訴到三審 結果二審突然逆襲 把他判有罪 這時候你就沒辦法再上訴 沒錯 可是可能黃醫師比較衰 刑訴法我們已經修了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一審無罪 二審被判有罪 不管是醫療或其他的這些刑事 通通都可以上訴到三審 所以問題不是解決的嗎 但是因為黃醫師的案件 他發生在修法之前 就確定的 其實是沒有辦法用新的刑事訴訟法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規定的存在 他在 他已經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他本質上一審無罪 二審有罪 不得再上訴 這樣子的存在 他其實是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的規定 所以我們應該立一個法可以塑及既往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動的就是 他不是一個塑及既往 他其實是一個特別的救濟的程序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在兩年 兩年當中 這兩年當中之前 如同黃慧富醫師或是其他 逆轉的這個案件 他也不能再上訴第三審的案件 在這兩年當中 他是可以再提起一個上訴三審的救濟 我要再說明一點 會有人問說 那你可以走再審 你可以走非常上訴 四至七五二號很清楚的說了 再審跟非常上訴的要件 跟一般上訴第三審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的目的也不一樣 再審跟非常上訴 是沒有辦法替代一個第三審上訴的 這個大法官自己本身也說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黃慧富的案子 沒辦法再審或非常上訴 他們黃醫師有試過再審 其實再審三次都是被拒絕的 這個再審的門 再審跟非常上訴 其實還自己有存在 再審是需要有新的試證 對 而黃慧富沒有新的試證 證明他無罪 這個可能 詹律師那邊會更清楚 但非常上訴 就要檢查總長提 對 檢查總長也不認為有提議 在臺灣他的門是關得非常的窄 我們一直也都試著希望 可以再去修再審跟非常上訴 所以思凱會希望透過黃慧富的案子 再把所謂的救濟制度 把他補強出來 因為還是有蠻多人是因為一審無罪 二審被判有罪 但是無法再上訴 這中間的所謂的空窗期怎麼辦 但是我請教一下詹律師 我們回到這個案子 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出來 在一審跟二審 就是原本的東西來判 原本的東西 就很像司法常常被批評說 初一十五都不太一樣 可是也就是因為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才需要二級或三級 如果都一樣的話 那一審定了就算了 我們來看看一審講說 臭味可能是感染 也可能是抗生素沒有效果 所以不能去推斷說血液循環有障礙 長根的紀錄說呢 再轉到長根去 皮膚溫度溫暖 皮膚顏色粉紅 所以血液循環是好的 轉院前如果組織壞死 不會到長根之後呢 皮膚還紅潤 這是一審 因此一審很清楚的論述是說 沒有辦法證明黃慧夫有罪 黃慧夫就是無罪的 他的邏輯是非常清楚 但二審就說 你在住院的時候呢 在亞東的時候呢 就已經勝出黃褐色 勝意惡臭 而且組織壞死的情形 如果是到長根才這樣的話 不會那麼快 我再請教一下詹律師 第一個 市政完全一樣 怎麼南原北側 第二個 二審的判決 真的是違反所謂的具體事證嗎 我想現在這裡一個問題 就是說齁 其實如果你真的去關心到 醫療糾紛的案件 他就一定會去涉及到 所謂的鑑定報告 但是鑑定報告 他是怎麼審理的 他是法院 將特定的一些書面資料 送給醫事審議委員會 或是其他相關的鑑定機構 讓他去審理 也就是說在鑑定報告 他去審酌的時候 他並不會把病人找來 不會把當事人找來 讓你好好解釋說 你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他單純就是看書面 所以其實在看書面 你就很容易產生一個問題 我沒有看清楚 再不然就是說 證據的資料不夠 導致我會做了誤判 所以如果真的去看 實務上的醫療糾紛 很容易發生一件事情 第一份鑑定報告 跟第二份鑑定報告 不太一樣 但是第三份鑑定報告 做出來的 跟第一份跟第二份 竟然又更不相同了 這原因在哪裡 因為一個醫生 他看到一個鑑定報告說 他就會很清楚說 這個鑑定報告是哪裡錯了 所以他有專業的能力 他會再跟法官說 不對 你這個應該要再問一次 那我這裡有什麼資料 你再幫我問一次 所以才會說 為什麼你後面鑑定報告 一直鑑定到後面 他也會幫醫生去釐清一些問題的關鍵 就在這裡 現在我們回歸到黃慧福醫師的案件 其實第一審跟第二 這個第一份跟第二份的鑑定報告 他的資料量是不夠的 我怎麼說 今天您看到二審 他講說在亞東醫院住院的時候 就已經有組織壞死的情形發生了 可是我們記得剛剛院長所說的 一個組織壞死 如果你的病程紀錄上的記載 他還是皮膚色 他還是溫暖的 有肾血 他絕對不會是組織壞死 因為一個組織壞死的症狀 他的肢體會發黑 冰冷 如果有肾血 他的血會是偏暗黑色的 因為他已經沒有養分在裡面了 這個是必然的吧 沒有沒有任何可能是說 他也許皮膚紅潤 但是已經組織壞死 我剛剛講那個五批嘛 就是說那個那個 基本上你顏色正常摸到脈搏 然後又溫暖 然後就是這個也沒有 比如說沒有疼痛 斷無可能組織壞死 就是應該是血管是通常的 我們一般的醫療的判斷 這樣子是通常的 就是沒有血管阻塞的問題 就沒有完全阻塞的這樣的問題 但那醫審會的鑑定 為什麼會認定說 其實很早可能是幾天前 就已經組織壞死 剛剛黃醫師講就是說 其實他只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傷口的問題 一個是組織壞死 其實我要講就是說 你回到源頭 如果黃醫師當時 不給他做筋膜切開 他就組織壞死 因為他那個是一個壓迫症狀 是 是 是 壓到組織壞死 所以第一時間 如果沒有去做這樣的處理 他就會組織壞死 其實那第一時間 是做正確的處置 那這個是往好的地方走 那只是說當然 傷口的問題是說 你傷口當然有一些 傷口的生意 或者是有一些臭味 那可能傷口沒有說很好 那也許抗氧素使用上 可能需要再換等等都有可能 可是這個不必然跟這個血管阻塞 或造成組織的壞死 有直接的關係 不然情況我請教 就是說如果站在病患 我的節肢是事實 那現在那個亞東醫院 或是黃醫師說 我在亞東這部分 處理都很好 是你在轉院過程中 才導致你的節肢的結果 常跟說 你來我這邊 就已經組織壞死 那現在就是有一個受害人 兩邊都說 不是他的責任 那叫病患情何以堪 這裡我做個補充 是 根據文獻的記載報告 醫學期刊顯示 槍施症候群的肢體小腿 他將來最終的命運 有百分之二十的機率 是面臨截肢的 這個疾病 所以我要告訴你 所以這就是必然的一定風險 所以我要告訴你 當你說了一句話 我只是發生一個車禍 我的肢體就被截肢了 這個車禍不是單純的車禍 他是嚴重的車禍 因為他產生的強勢症候群 這個疾病 根據醫學的文獻統計 他最後的結局 有百分之二十是會截肢的 有百分之十是會死掉的 換句話說你活下來 而且不被截肢的 大概只剩下百分之七十或六十而已 錢光你怎麼回答 剛剛我那個問題 因為這個案子 我一直是比較好奇 想瞭解是說 像黃醫師這個案子 那在進入訴訟之前 有沒有經過調處 或那調處的結果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有沒有一些比較事實基礎 或比較專業評析的角度 然後有沒有一些什麼協調的方案 那醫院在裡面扮演什麼樣 關懷的角色 可以讓這件事情 那因為進到這個 我相信 因為我們醫改會調查 其實大部分的家族 專業資訊不對等 然後間諜報告我們也看不懂 然後法官又提出不同意義 那我們當然會想知道 到底真相是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這也沒有一個專家 我們台灣也不像國外 有家庭醫師制度 也可以問我們 那我們總想知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在得不到這樣的情況下 那我們當然就只好說 請法官大人 換個方式問寫官問題說 為什麼非走到形勢不可能 在形勢之前 難道不能大家調節 坐下來談 然後好好跟他說明 真的不是我的責任 或是我可能有什麼樣的東西 那雙方有達到某種共識 主持人我想這個部分 我簡要的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身為一個律師的立場 你會發現很多家屬 他是喜歡先告刑事的 為什麼 這是一個以刑逼鳴的觀念 我今天這樣子來講好了 如果你單純走一個民事訴訟的話 其實被告本人 他是不一定要去開庭的 因為他可以請律師 去當訴訟代理人就好 但是如果是一個刑事訴訟的過程 你被告本人 你是一定要親自去開庭 特別是當一個外科醫師 我今天來開個庭 你表面上看 我是來開三十分鐘的庭 你知道之前我要準備多少嗎 你知道我來開一個庭 我有多少刀 我不能動嗎 長久下來 一個被告他怎麼受得了 甚至還有一個情形 為什麼很多人他喜歡先告刑事 除了製造這個被告心理的壓力以外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我再讀讀看 這個案件會不會起訴 如果這個案件被起訴 我的裁判費是不用繳的 因為我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依法我是可以不用繳裁判費的 所以在很多的關鍵下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說 這個病患對醫生他有一些誤解 他希望透過刑罰的方式 來給這個醫生 一個適當心理的一個報復 這個都是不無可能 黃醫師我請教 這件事對你職業的衝擊是什麼 你會因此想要放棄嗎 當然是會的 因為就像我前幾天說的 在法院裡面 我並沒有被公平的對待 就像你剛剛所舉例的 血管攝影檢查 在我們手術之後的評估 是循環很好 不需要做血管攝影 但是第一次的鑑定報告 以及我的起訴書 是被要求要做血管攝影 換句話說 當我上法庭去陳述我的理學檢查 我的試診 我的促診 換姿是良好的 不需要做血管攝影的時候 司法人員是不踩性 他希望我做血管攝影 去證明他是好的 難道我們這個社會 是希望醫生多一點的防禦性醫療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關於紀錄 我對這個案件 還是有做一個小小補充 外科醫師或許是因為很忙碌的情況下 來不及在醫師紀錄上 寫記載 可是本件案件 有很完整的護理紀錄 護理師們 他們一天有三班 每天都會有人在做紀錄 而在住院的四到五天內 亞東醫院的護理紀錄 明確的顯示肢體狀況是非常良好 而為什麼我們的醫審會鑑定委員 沒有去看護理紀錄呢 他竟然寫出醫審會的鑑定報告寫說 因為紀錄上無法判讀傷口末梢是否循環良好 因為他沒有去看護理紀錄 我想一個以國家為基礎的一個鑑定機關 但是他卻草率地去做這個鑑定 也是我一直無法接受的事實 我們來看看其實這一直牽涉到我們在談醫療糾紛的問題 就是真的是資訊很不對等 儘管對醫師來講說 我真的就是照我所受的專業訓練 再去做執行這些醫療的業務 可是對病患來講說 我覺得你這個沒做那個沒做 所以導致我最後節肢的這些情形 中間一定是某個制度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才會逼得所謂的病患要去告醫師 醫師忙著開刀還得要忙著出庭 搞到後來沒有任何人因為這個案子 得到任何的好處 我們再來看看 每一次的醫療糾紛 是不是都得逼得醫師要上法院 躺在病床上移動也不能動 六姓婦人十三年前因腸阻塞 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醫 最後變成植物人 他的先生認為 醫師沒有確認妻子身體狀況 過程也處置不當 才導致腦缺氧 對醫院提告求償三千一百萬元 一審到更一審都勝訴 但更二審認為相關處置過程符合醫療常規 看醫院免賠 類似這樣的醫療糾紛案件 產出不窮 醫改會就指出 醫療過失受害者 缺乏完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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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的醫療處理機制 例如病患向醫院申請完整病例時 處處被刁難 醫院協商時出現不友善態度 民眾缺乏訴訟外的醫療諮詢 與鑑定管道 以及醫病之間專業資訊不對等 去年年底通過的醫療法第八十二條 被視為渴望降低醫療糾紛 讓醫師免於刑事訴訟 但由民間團體擔憂 病人權益恐怕更不受保障 在降低醫師責任的同時 應該加重醫療體系的責任 否則未來病家不知醫院內部運作體系 難以舉證 可能求償無門 不過情況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談了很多次 我們再來看看這六年來的整個醫療糾紛 醫審會如果送到醫審會鑑定的結果 每一年送到醫審會大概都是超過五百件 這一兩年稍微降下來一點 五百多件裡面只有二十九件認定醫師是有疏失的 百分之九十甚至高達九十七的醫療糾紛的案子 醫審會都認為說醫生沒有問題 沒有疏失 所以很多民眾說醫審會就是一一相互 我們來看看醫師是這樣子 然後到一百零四年一百零五年 特別是一百零五年 這個送到醫審會的案子數量有大幅下降 剩下大概是三百件左右 可是也一樣高達三百多件 兩百八十五件都說醫生沒問題 只有十一件認為醫生有問題 因此對於很多民眾來講 這一條路看起來比較不站在病患那邊 看起來都站在醫師那邊 所以他採取另外一個策略 也就是剛剛詹律師講的 我先告你醫師的刑事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看刑事告訴的醫咎 然後告到法院說刑事呢 不管是過失傷害過失致死呢 大概都是四百多件 四百多件 這一兩年稍微下來一點 可是刑事的部分呢 還是比民事高很多 這也是詹律師講的以刑逼民 但你不能怪民眾 因為這是民眾的法律訴訟 我說難聽的 如果說我是病患委託詹律師 你也會告訴我 叫我用以刑逼民 這本來就是刑事的一個策略 可是為什麼要逼醫生走上法院 真的對病患是好的嗎 我想還是要回應一下律師講的說 因為其實我們也問過很多 醫審會的委員同樣一個案件 同樣一個事實 如果他是刑事的案件 大概都會用比較嚴謹的標準 去刑定他有沒有違反醫療常規 其實對民眾就算以刑逼民 他也不見得是有利 因為刑事大概都會鑑定說 沒有違反醫療常規 對病患其實 大概都看出來 大概都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五左右 才會鑑定有疏失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關鍵的證據 其實拿不到 那我當然只好請檢察官 去查扣證據 這也是常有的問題 那我們當然這幾年 因為醫改會其實也一直告訴民眾 其實應該說民眾也不是爛送 其實民眾是盲送 因為民眾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 因為拿醫師抓去關 就算說讓醫師去出庭 後面這樣 那如果今天一個傷殘的病人 會要照顧他的病家 他也要花相對等的時間去準備傷 這也對雙方都是一個折磨 那所以我們一直在提說 就算到地檢署去提告 能不能有一個多元雙向示範計畫 由地檢署再把他移回來 有一個專業有公信的調處的機構 那這點我又講到這我要叹一口氣 我們兩年前一直在推這件事情 那後來法務部跟衛福部也合作了 要請地檢署把這案子再送回去 那這個調處成功率其實都大概有 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九左右的成功率 透過一個修復式正義的方式 不要讓訴訟 但這個計畫去去年 那為了要修醫療法八十二條 就是讓行責更合理化 這個我們也支持 但是要有配套措施 包括這多元雙向示範計畫 但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九號 通過了這個計畫以後 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個計畫就停辦了 然後到現在已經要四月了 這個案子一百零七年 什麼時候才要再恢復這個計畫 還不知道 那又逼得民眾又得 我們有收好幾個 宜蘭的哪裡的 又要去地檢署告了 我覺得怎麼樣把這個機制建立好 那我另外一個還是要關心黃醫師 就是說很多醫咎的醫療團隊 其實是一個共同責任的問題 醫療機構怎麼樣給醫護人員 我們現在的醫療法 或相關的醫療法 只說要對病家關懷 我也很希望醫療院所 能夠對這個醫師給予關懷 好不要打壓他的生前或怎麼樣 也要給他一個關懷 我覺得要讓大家走出這個傷痛 然後種一個修復症 我覺得醫療院所在這個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也是要常常 我們要逼政府拿出來檢視 特別是幾個龍頭醫院 是不是有打壓醫師 這個案子就是病患是告你 以及其他的住院醫師 其他住院醫師因為跟這個病患和解了 所以形式上就不起訴了 沒有針對亞東醫院 刑事訴訟是針對自然人 所以是對病人 反而沒辦法 那在民事訴訟的時候 才有被告是亞東醫院 那我再請教院長 我們再回到這個案子 我們看二審的說法 二審法官是說 依照醫省會的鑑定意見 在病人轉院運送當中呢 可能會產生脫臼 也可能會動脈乳塞 但短暫時間 就是一個小時十九分 不會發生組織壞事 在醫療專業上 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我認同的是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有發生問題 就是轉送過程中 或者是這短暫的時間 這邊又發生意外 這個我們不能排除啦 但一個多小時就組織壞事 這個詳細還要再查一下文獻 這個實際的實際的實際 我要再查證一下 但是我就覺得說 這個因為從這個 從甲醫院到醫院的過程中 其實有可能是有一些問題啦 黃醫師 我不好意思 我站在病患角度請教 那會不會就是理性病患 在亞東或是在您的照顧下 他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 才會在第六天三更半夜 凌晨零點三十分的時候 他被迫要轉院到長根醫院 是 這個其實有一些 背後的故事啦 第一個 我們給予病人的治療 並沒有打折 也並沒有不足 完全都是足夠的 按照常規則 他的病情 也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今天他之所以轉院 不是我們叫他轉院 是他自己去轉院的 而他自己轉院的 這個背後的故事是 他們有認識長根醫院的醫師 他們有先聯絡好長根醫院 願意接手 那他們在這個聯絡的過程當中 也花了一點時間 等到雙方都願意接手的時候 他才辦理離院的手續 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所以他轉院的期間 不是因為病情惡化 也不是因為我們照顧不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完全不認為不管是您 不管是其他的住院醫師 不管是其他的護理人員 在亞東醫院期間 都沒有屬於照護 這個理性病患 對 從醫療的角度 是沒有屬於照護理性病患 但是如果在行政方面 譬如說我們醫護人員 太忙了 來不及寫文書的紀錄 那這一點我們在行政上 是有疏失 當你們發現 當然或許是醫護人員 發現他在第三天 已經有滲出所謂的黃色的液體 以及惡臭的情形 不好意思 我當然不是用質問的角度 因為我們對社會 還是要對醫師 有非常大的尊敬 可是那個時候 亞東醫院做了什麼 我們立即更改換藥的方式 立即更改抗生素 換句話說 我再一次的強調 傷口出現惡臭 出現分泌物 是感染不是壞死 所以在感染情況下 我們立即更改抗生素 我們立即做了處置 而他這個感染 也立即獲得了控制 因為我們投與藥物之後 藥效發揮 細菌死掉了 所以後來的檢驗裡面 就沒有細菌了 第一次的檢驗是有細菌 投藥之後的檢驗 就沒有細菌了 可見得這個藥物 是有達到患處 達到治療的效果 那傷口會發生感染 這就是一個 這個病程 必經經過的一段路 換句話說 他接受這個手術 而他發展到傷口感染 這是必經之入 那在必經之入的時候 我們也偵測到了感染 也立即做了處置 所以我們對於病患的照顧 並沒有打折 而且這個感染也獲得控制 如果組織已經壞死 血液循環不通的時候 我們投擬的藥物 不會發生效果 我不好意思用這樣的角度 請教您 但您是最後二損定驗 判刑四個月 是 一顆罰金一天一千塊 是 也就是也不過是十多萬而已 是 為什麼你這麼執著 這件事情你過不去呢 好 我想這就是我站出來 很勇敢的面對社會 第一個 我的醫療行為沒有錯誤 第二個 這是一個大勢大廢的問題 如果說 醫療法院判決我有錯 那代表我的醫療行為是錯的 我的這個防禦心 我的防禦醫療做得不夠好 那將來對於我的 後面的學生 或者是我現在在台大 我要怎麼去教新的醫師 難道我對現在的學生來講 你不管怎樣 你就是要做血管攝影 你就要做侵入性的治療 去證明你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因為我要教育好台灣的地區 又一個正確的醫療觀念 而這個教育是要根據於教科書 根據醫師的經驗 而不是根據法院錯誤的判決 宇凡妳要補充 醫療的案件 他其實涉及很高度的專業 尤其是他需要依賴很專業的鑑定 那這樣子的案件 拉到訴訟當中 其實他的對立是會很衝突的 因為病患的家屬 他會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因為他可能生命 或是肢體像這個結肢 但是對這樣子 黃醫師來說 他是司法 他覺得他是司法上的受害者 他在司法當中 他受到的園區 所以以這樣特殊的 像醫療糾紛的案件 如同顯光剛才所講的 在現在其實我們更推動的是 在醫療當中的一個修復式 修復式的司法 來處理醫療糾紛這樣的案件 所以其實這個議題在這一次的司改國事會議當中 甚至有獨立出來去討論說 修復式司法應該要引入這個醫療糾紛當中去解決 不過院長你怎麼建議 因為說實在就是有一個病患 他出了車禍 但是後來截肢了 有一個醫師 他到目前為止 十年前跟十年後 他都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錯 結果呢一個人截肢了 一個人被判刑四個月 看起來沒有任何人拿到好處 有沒有什麼機制可以讓這個事情有比較圓滿的結果 對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剛看那個數字 就這幾年的那個醫療糾紛的案件 有比較少 宋審那個案件 那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醫療事故補償辦法 就是婦產科的案例減少了 因為婦產科是開始事辦 就是說他有一些醫療事故可以做 可以補償 那這個就是說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目前在推一個就是醫療事故的 一個叫做 醫療事故及醫療糾紛處理法吧 好像這個東西就是說 事先做一些關懷 那我想像我們醫院有這種機制 就是在事先關懷 因為我想說 剛剛講的那個回到剛剛 我開中文醫院講 還是對病患 我們還是有這樣的同理心 因為他不瞭解 然後他可能對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不是沒有這個專業 剛剛講專業不對等 所以我剛剛有回應 剛剛黃醫師所講的 就是說 他這樣的一個疾病 有20%會節肢 那就像我們心臟科 如果今天一個急性的心肌梗塞 造成了嚴重的心音性的休克 那個叫KIDIP4 就是第四級的這個 我們KIDIP的一個分級 的KIDIP4 那個有時候死亡率到八九十% 也就是說 那個幾乎你 你只要沒有處理 就一定這個死亡的機率非常高 可是這個東西 也許家屬或病人不是很清楚 這件案子會導致你們醫師 非常做很多很多沒有意義的防衛心力量 所以這個就是我接下來講說 如果我們透過早期的一些關懷的機制 然後有甚至有一些補償的辦法 然後呢我想就是說 我們重點不是要剛剛講說 以刑去逼命 讓醫生一直 就像以前有一個 應該是一個台大教授說 如果你找不到我 不是在往醫院的路上 就是在往法院的路上 那結果造成的結果是 結婚很多就醫生跑到法院去 結果法官審案子很多 法官跑到醫院去 這個是醫生跑法院 法官跑醫院 那這樣結果其實都是 醫病都是雙輸的 我覺得民眾也需要在教育 那當然我剛剛講 我們醫界我們醫生 我相信黃醫師也是一樣 我們是有這個同理心 對一個病患的照顧 我們把專業做好 那也希望能夠把他治療好 不過這個在 如果沒有這個 如果沒有 這個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其實就是醫生 以後沒有人要做急重症的醫生 然後呢會有防禦性的醫療 就什麼來就是血管涉疑 什麼都做 那這樣其實是一病雙輸 上次我們才談那個法官的太太 就是因為去健身房 對 然後沒有給她做CT 然後就被告了 對 可是這件事情顯方 政府該改什麼東西 就是剛才院長講的 我們趕快那個醫療 我來自泰國 我來自伊尼 我來自越南 4月2號 陪您從另一種角度 看台灣 逛世界 聯合國難民署 在世界各地收容超過 1700萬難民 這個樹木相當於荷蘭的總人口 遠然形成了一個虛擬的國家 但難民既回不了家 也難以融入當地生活 全球最大的田雅達達阿比難民營 已經運作長達25年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道救援工作者 遭到綁架殺害 他們開始擔心其自身安危 無形之中造成雙方隔閡 原本只是因應難民的緊急應變措施 卻讓他們停留在收容所的時間 越來越長 究竟怎麼做 才能提供長遠且全盤的解決方案呢 週四晚間十點 記錄觀點 歡迎來到難民國 公視家線上收看精彩不間斷 時間自由選 地點不極限 網路影音串流 讓你娛樂隨時有 公視家戲劇系列 我要做給你聽聽聽聽聽 現場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做不做 熱門跟播經典重現 最強悍的追劇神器 公視家紀錄片系列 好強喔 觀點獨立 一體跨界 最多樣的紀錄片平台 公視家兒哨系列 好強喔 智慧知識的能量 有沒有比較穩定了呢 嗯 有比以前好 輕鬆學習 多元思辨 欲教於樂的兒哨天地 公視家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劇院 馬上搜尋 公視家 好